1985年左右去了日本 在外面待了5年 1990年就回到台灣 那一個月裡面我完成了 畢業 結婚 教學 還有就業 都在一個月裡完成 就是2007年的4月份成立了這個公司 因為一個家電業界的一個朋友 來找我說要成立一個公司 我的合夥人因為有一些特殊情況離開了 我是背著負債 成立了整個080 就變成我只一個人的公司 很短的兩年內就緩掉了 然後公司人員也成長起來 1985年去日本留學的時候 就接觸了手衝咖啡 13年的時候跟日本UCC有工作的合作 那從這個因緣上我們又了解了咖啡的一個過程 然後就開始畫一個sketch出來的 我們有一個特色就是過去不存在的東西我們才開發 手衝咖啡就是你用手把熱水加熱了 倒熱水進去 這個動作是很重要的 他說你一切都是全自動的話就不叫手衝了 這才有一個開發的用意 咖啡飯通跑一杯很好的 黃金比利的手衝咖啡 我們一般開始就是研發生產 研發跟開發設計 然後有自己的瓶飽團隊 也有團隊 一定要團隊的力量 就是因為一開始我只是希望說 做出手衝咖啡 我是對產品設計懂 自身懂 開發懂 但是我不懂的咖啡 我們的創意總監他在這方面 也頗有他的見解 他也結合了很多的這種 去做學習 重新學習咖啡的知識 就是因為有他的 一個團隊的知識導入 所以我們去找一些 比較手衝方面的達人請教 然後一直的修改 整整一年半左右 才正式上市 所以這個中間也是經過一些 團隊的精神努力 才會有這個成果 2020年的莫名其妙的疫情來了 就搬回了台灣 然後重新在這邊成立總部 把研發調過來 我們就是想要把這個品牌 從台灣開始 發揚於全球 心存善不違非 不好的事情 絕對不可以去做 商業過程當中 你會碰到很多 你可以違非做的商業行為 但是你如果有這個隔眼的話 你就不會去碰 取之於社會 永遠回非於社會 疫情造就了一個新的品牌 重新在台灣出發 禁止全球 成立總部